已經有針對這個辯論的部分有進行雙方的幕僚討論 但好像就是 還是沒有這個所謂的交叉結問 只有學者提問 您個人怎麼看 我覺得非常可惜 我們提出很多進步開放跟便利市民的方法 都沒有被對方接受 那譬如我們說要交叉結問 看有什麼問題 當面彼此都問清楚 也有機會答辯 我們說應該讓媒體主辦 讓全國比較可以很方便看得見 我們建議改為時間改為在晚上 讓市民方便在晚上收看 我們建議應該要可以有更多的嘗試 但是都被對方拒絕 我們覺得很可惜 那這個不是真的要辯論 也不是真的敢面對問題 更不是滿足市民希望看到辯論的期待 這只是一個full long市民 這只是一個說他也有辯論 其實這不像是辯論 你說他沒有正面來面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很可惜 不是一天到晚要我講清楚嗎 那怎麼不讓我們來問呢 你就當面來問我啊 那我也有質疑你很多 包括各界對你也有很多質疑 你為什麼不敢接受大家來問你呢 可見投友宜真的是心虛 同時也是傲慢 比如他說他只有禮拜一有時間 其他他通通沒有時間 那奇怪 你這候選人 辯論不就是候選人最重要的事嗎 那你在忙什麼 那你為什麼不願意面對呢 你說你都沒有時間 你看市民們 大家八成以上市民 希望看到辯論的期待 就因為他說他沒有時間 你就沒有辦法看到 那你容許這麼傲慢的人 來當新北市長嗎 你放心把新北市政交給這麼樣 不厭力被檢驗的候選人嗎